当我们注视着非洲地图的东北角 我们发现了古埃及这个充满神秘与辉煌的文明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古埃及承载着无尽的奇迹与发现 除了众所周知的吉萨金字塔和法老的陵墓外 古埃及人还留下了许多深不可测的科技奥秘 他们的发明不仅包括今天仍在使用的牙刷、牙膏 甚至还有一些复杂到令现代科学家惊叹不已的技术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带您一探古埃及遗址中隐藏的惊人科技之谜 领略古埃及人智慧的光芒 古埃及文明展现出卓越的应用数学和工程技术 在其标志性的金字塔建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埃及人遵循特定的模式 通过首席技师和其下属的管理 利用专业的人力资源 以最新的关注和精确的传承风格进行建造 科学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 用于土地布局和所有权的保留 希腊化时代的埃及被认为是东方技术的边缘 亚历山大港有一个能够升起船只的悬壁调 这个城市的东部大学成立于公元前三世纪 克莱奥帕特拉的人们可以使用神庙的工具 来加工个体的加工癌 这可以在类似纪念性的实质建筑物的发现中看到 方尖碑也是一个工程谜团 至今已经减少了29个金字塔和方尖碑的形状 可能受到与太阳有关的自然现象的启发 这表明天文学知识对古埃及人的建筑方法产生了影响 在古埃及 斜坡被用来移动像金字塔建造的石块这样的笨重物体 大金字塔包含了几千年前 由埃及人知道和使用的重要数学常数 如欧拉常数 大金字塔高度的科学形状也反映了月球和地球的比例 古埃及人是管外的专家 利用古埃及历史建造了洋水渠和排水沟 他们利用尼罗河的洪水来灌溉农田 实践了流域管外的方法 他们建造了一个能够存储一个月水量的盆地 通过筑堤将水引入下游盆地 此外 他们还建造了带闸门的运河 以控制水流并形成水库 以备洪水时使用 古埃及人制造了水车 并开发了当时先进的尼罗米契 水车利用轴际树器系统将水引到农田进行灌溉 尼罗米契用于测量河水的高度 以预测洪水和干旱 古埃及人高度依赖尼罗河水 但这些发明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河流 古埃及人在农业和灌溉方面采取了先进的方法 但现代科学家对于用于挖掘加工癌的液体中使用了什么 以及如果没有现代工具 它是如何被挖掘的感到困惑和混乱 早期人类使用碎石点来钻石牡利壳的孔 而这种材料被认为用于挖掘加工癌的液体 一个例子是4500年前在金字塔附近 由弗林德斯·佩特里发现的刻有同心环的石头盒 科学家们研究这些看起来像钻头的工具 并暗示古埃及人可能使用它们来钻穿硬质加工癌 考虑到当时缺乏足够的工具 这一发现令人惊讶 如果埃及人使用钻石来切割石头 那么我们需要回顾历史 因为到今天 只有钻石具有足够的强度来挖掘加工癌 特里和尚的同心环是一个谜 考古学证据表明 古埃及人成功地用这种工具钻穿了硬质加工癌 但英国高考学家斯佩特·球克斯对此提出了异议 这个环形结构 看起来好像是用最新的钻有钻头的电钻 在连续螺旋上钻孔 以及加工癌症所需的电力 专家们得出结论称 用于钻取这种新的钻头 比现代电钻更强大 没有其他工具能拥有这种强度 一支由俄罗斯和德国物理学家组成的团队发现 吉萨大金字塔能够集中地下室和内部房间的电磁能量 他们使用理论物理学方法调查了金字塔对电波 微波 盖玛射线 X射线和长波等电磁线的反应 他们发现 基座和内部房间周围的场地 是能量聚集的地方 这一突破性研究可能有助于科学家设计 具有期望工程特性的纳米硫子 虽然古代埃及人可能不太可能意识到 金字塔具有这种独特的特性 但这一发现 提高了古埃及人对物理学的理解 可能比之前所认为的更深 古埃及的医学在当时相当先进 至少在5000年前的古代纸杀草纸上留下了记载 这些纸杀草纸提供了关于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信息 早期的埃及医学基于咒语和宗教魔法 但医生们也进行医疗治疗和外科手术 最重要的发现包括以一般病理学 妇产科和儿科为重点的 柏林纸杀草纸 埃博尔纸杀草纸和卡夫纸杀草纸 埃德文斯密斯纸杀草纸记录了关于伤害病例 和涉及人体器官 包括血管和心脏的埃及人知识 直到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入侵之前 埃及的医疗实践基本保持不便 进行简单的非侵入性外科手术 古埃及人发现了本土和外来植物的药用价值 并在纸杀草纸上提供了一些治疗健康问题的配方 埃博尔帕皮鲁斯中记载了大约800种治疗方法 包括局部南光敷料和荧光药等 他们从神庙的卡目中发现了金属性的手术器械 手术在治疗身体损伤方面很常见 在分类三级制度中 将障碍分为可治疗和不可治疗两类 使用的工具包括锯子、刮刹刀、钻头、监护等 甲体的应用已经广泛存在 从人工脚趾到人工眼等固定物都得到了应用 古埃及人在外科手术、木乃伊制作 以及宗教解剖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 能够获取关于人体形态的充足信息 他们甚至准确推测了一些器官的功能 对于血液作为输送氧气和清除二氧化碳的传输媒介的认知 以及脉搏存在及其与心脏的关系 古埃及人都有深入了解 此外,他们对身体周围气体、血液和水的运输通路有一定的理论 通过给予外部药物以清理这些通路来治疗病人 埃博尔帕皮鲁斯提到了在潮湿环境下给药的方法 总的来说,像埃德文帕皮鲁斯中所记载的那样 一些埃及的医疗实践 尤其是在外科领域 是有效的 古埃及人通过提倡卫生和健康饮食来预防疾病 拥有许多现代科学家都感到困惑的高度医学知识 造船对于埃及的经济和文化至关重要 他们利用了空气动力学知识 来建造装配了几乎所有部件的先进船只 从小型的纸缩草船可以搬运货物 到大型船只 埃及人对船只的建造非常精通 库福王的船是保存完好 且至今仍然可见的古船的一个典范 然而,直到公元前2400年左右 他们才能建造能够经受地中海波浪的船只 在金字塔建造时期 埃及的船只并没有航向杆 而是使用绳索防止轻浮 它们是靠奖河帆来推进的 为了获取珍贵的木材 它们甚至远行到黎巴嫩 这种船舶在公元前约500年左右有记载 在这一时期 埃及人发现了航向杆和内部加固的新方法 产生了两种新型船只 一种是用于运输货物的宽体船 另一种是用于战争的狭窄的战舰 埃及人利用火钟和星座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一些专家从在电风扇神庙下发现了可能存放着古代电灯炮和非常相似物体的地下室中得出结论 表明古埃及人具有电力知识 然而 这个观点在专家之间仍然存在争议 一些人认为 根据在雷德拉的哈特霍尔神庙发现的古代电灯炮的碑文 古埃及人可能发现了电 这些理论的提倡者中 有些人暗示古埃及人通过仪式产生光 但大多数理论都被专家证明是错误的 然而 根据古埃及人所发现的图像和文本 仍然存在着他们可能对深奥科学含义进行加密的可能性 埃及人在天文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的体系在今天仍然被应用 尽管当时并没有被视为独立的科学 但埃及的知识深深根植于宗教和神话之中 位于上埃及的七千年前的恩智永表明了宗教生活的重要性 古埃及人对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初他们使用天文学文献来确定宗教节日的日期 他们还开发了星座系统 并在墓地和神庙中绘制图表 在希腊罗马时代 克劳迪乌斯·托勒密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之一 他编制了超过一千颗星星的目录 并解释了预测行星运动的方法 埃及人观察到尼罗河的泛滥与星星的出现相一致 并利用这一观察制定了365天的日历 他的天文学知识还影响了神圣建筑的方向和新年的设定 埃及人相信他们的神居住在猎户座的奥西里斯王国中 吉萨的三座金字塔代表猎户座的星星 而尸身人面相则坐落在这里 今天天文学家发现这些金字塔被精确设计 用来观察北方天空的极端 古代埃及人以其天文学知识而著称 早于欧洲人发现了恒星周期 并准确计算了阿尔戈尔的运行 他们发展了火钟、沙漏、马尔凯特等工具来测量星星的位置 并将一天分为了小时 据推测 他们也可能最先提出了地球的休息概念 为了观测星星的位置并计算夜晚的时间 他们建造了天文学上合理的有屋顶的神庙 虽然他们对星星的位置观测并不完全准确 但在天文学方面 他们比其他古代文明更为先进 埃及古代技术与21世纪的技术惊人的相似 我们不应低估埃及文明及其创新性的方法和丰富的知识 然而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古埃及人的作品 我们知道他们喜欢为死者准备死后世界 但他们可能还有更多我们尚未发现的秘密 古代学者们在埃及每天都在挖掘出神奇的东西 科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惊讶 请期待我们即将讲述的科学家们 在埃及发现的一些震撼世界的事物 失落的黄金之城是埃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约道和古城安卢斯在埃及已经失落 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强大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的统治时期 从公元前407年到1376年 后来的法老 特别是爱河图坦卡蒙 继续使用这座城市 对失落城市的搜索曾多次尝试 但都以失败告终 然而2020年9月 一支考古学家团队在卢克索南部500公里处的首都回路进行了发掘 他们所看到的会让人无法言语 他们发现了一个显示出大城市痕迹的急震 名为日干雷加 这个地方保存良好 墙壁几乎完整 房间里有大量日常生活用具 大约7个月后 他们还发现了居住区和行政区域帕尼亚等多个地方 另外发现了几乎完整的其他物品 包括甲虫护身符 宝石色鸟的雕像和其他珍贵装饰和仪式用品 数个世纪后被认为已经灭绝的这些遗迹 谁能预料到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埃及学教授贝兹布莱恩指出 通过古代城市的发现 科学家们得以窥见古埃及人的生活 有一个长131米的隧道 然而 另一个被称为科学奇迹的惊人发现是位于奥西里斯神殿的长1310米 宽32米的地下隧道 作为死者之神的奥西里斯 这条隧道是希腊欧里涅斯地下水道的精确复制品 它曾运送水流超过1000年 这条地下通道位于寺庙下约13米处 根据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大学的高股学家凯瑟琳·马丁内斯的说法 部分隧道已经被淹没 对于隧道部分被淹没的最合理解释是 寺庙在320年至1303年间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其倒塌 在之前的几次发掘中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许多异域的物品 如充满希腊罗马风格的巨型女神雕像 刻有克尼奥佩特拉七世名字和肖像的硬币等 克尼奥佩特拉七世曾统治埃及托勒密王朝 约从公元前51年至公元前30年 据说他与罗马将军马克·安东尼一起自杀 他们据说被一起埋葬 但确切的埋葬地点至今仍然未知 最近的考古发现正逐渐解开古代女王失落墓地的谜团 让考古学家们越来越接近真相 其中一项令人震惊的新发现是一具怀孕中的古代木乃伊 更引人注目的是 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发现胎儿仍在母体内的木乃伊 这引发了人们对这位女性身份及为何与胎儿一同埋葬的疑问 这位被命名为乔丹的新女性及她的木乃伊 自从1826年被挖掘出土后 一直安全保存在波兰华沙国立博物馆中 然而 这个木乃伊背后的故事却异常引人入胜 最初 基于其豪华的石棺 人们认为这是一位男性 然而 约在1920年左右 认知发生了转变 光果上的纸板文字与之前的认知不符 显示出被买者被称为约丹 2016年 一向发现揭示了一具精细的骨架 而木乃伊可能并非为男性 因为其中没有男性特征 经过立体复原后 发现其内部藏有数千件物品 这引发了猜测 可能他们在实事中安置了完全不同的木乃伊 或者为了增加其珍贵程度而添加了这些义务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这将是一位生于4200年前 被认为在首次怀孕时安全分娩的女王的陵墓 这也是埃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为我们揭示了古代王室的神秘面纱 孟非斯曾是古埃及的首都 拥有庞大的墓地 这片遗址中有几座金字塔 但最近的发现给埃及学者们带来了最大的惊喜 2010年 这座墓地开始被发掘 最初被发现在特地法老金字塔附近 但当时并不清楚这座金字塔是属于谁的 然而在2020年底 研究者们确认了其所有者的身份 同时 在墓地内发现的墙上刻有统治者子女的名字 这座墓地是约4200年前去世的特地法老的王后和妻子的墓地 著名的埃及学者和前高级古代学家表示 这一发现可能会对古埃及的历史产生影响 因为过去并没有关于女王的叙述 去年 一支考古团队在南部的雷西地区发掘了古墓 发现了数千年前的巨大实质品 这些发现对财政长官以及管理兰姆西斯二世东部家处和北美圣货的监督者来说 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埃及是古文化和文艺复兴的中心 玉乌实质品的发现有助于形成埃及政府之后 拉姆西斯二世是图坦卡蒙王的继任者 被认为是埃及新王国时期最重要的法老之一 特地是其主要成员 这一发现继续了他的墓被发现的前一年 当时很少有完整的石室从他原来的墓中发现 这是因为墓觉者经常袭击陵墓 然而 发现的石室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 石室的盖子已经破损 暗示着可能曾经被盗过 或者为了埋葬而被打开过 尽管如此 这一时事的发现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黄金与木乃伊谷是又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 被称为古代死者之家 2001年 一支埃及团队在距离金字塔西部380公里的巴哈利绿洲 发现了一个庞大的木乃伊墓 他们挖掘出了四个墓室 总共安葬了105具罗马时期的木乃伊 这些墓室中还呈现出与宗教相关的场景 并且包括了黄金面具等珍贵物品 尽管这些物品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但他们仍然保存的完好 显示出他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考古学家扎哈表示 这一发现将引起全球对埃及现代世界的关注 对他来说 这个发现不仅仅关乎这些物品的用途 更关乎制作这些物品的人们 在这次发掘中 科学家们获取了有关巴哈利居民生前生活的宝贵信息 历史上 这个地区的居民据说通过向尼罗河谷出口葡萄酒而致富 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埃及社会和经济活动的珍贵见解 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们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留意我们的更新 与你分享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趣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再次相见